一大早金融市长当选谢国梁马不停蹄坐上竞选车辆 与国民党金融市党部主委吴国胜展开全市谢票行程 出发前谢国梁特别感谢金融市长林又昌八年的努力成果 强调好的政策一定会延续 在这八年期间我知道他非常的努力 想帮基隆打造一个不一样的环境 那我想跟他说的就是很感谢他为这个基隆所做的很多奉献 那所有这些好的政策我都会延续下去 不会刻意说去抹灭他过去的努力 但是我还是觉得基隆仍然是在几个领域上 就是我之前跟各位所提过的就业啊医疗啊等等 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那在这方面我也会开始着手 好好努力的来进行 谢国梁也向所有竞选对手致意 他更期待与立法人蔡世英吸手努力 为基隆市民向中央争取更多福利 谢国梁也相信只要是对基隆市民好的 他与林又昌及蔡世英三个人都会乐于一起完成 他是基隆市唯一的一席立法委员 所以我作为未来的市长 我也非常期待能够跟他一起 攜手努力来为基隆民众争取更多的政策 那他在这个竞选过程中 有提出好的政策的部分 我一定会认真地参考 那他如果有对市民朋友有些政见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共同完成 这就是我昨天晚上时间比较赶 我想对这个林市长跟蔡委员表达这个感谢 并且期待能够跟他们两位共同攜手来努力 我觉得只要是为基隆市民好的 对基隆市民有帮助的政策 我相信我们三位都一定会乐意的一起来完成 谢国良也再次强调自己想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市长 要做人民的公仆 希望透过自己的信仰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市民 我认为基隆市有很多的朋友们 是很需要关怀 是很需要被帮助 所以我会努力的再继续我寻求我信仰上面给我的协助 我想做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市长 一个很虔诚的公仆 然后也是基隆市民朋友的仆人 我想好好的为大家做事 对于议会部分 谢国良表示自己一定会用最诚恳的态度 争取与在野党及五党籍议员沟通的机会 取得最大的共识 让基隆越来越好 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我们的议会一定是有理性讨论的空间 而绝对不是说用政党来论定所有的政策 所以我也没有觉得我有哪一个政策 12席的民进党议员一定会全体反对 只要是对市民朋友好的 甚至对青年朋友好的 其实没有必要一定要反对 我一定会用最诚恳的态度 来跟我们所有在野党 甚至无党籍的朋友 好好的来沟通这个政策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好好的 好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